湾区 再多两名华人超市员工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今日我们了解到湾区两间华人超市 Daily City的99 Ranch大华99 以及Firmont市的168超市 分别有员工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大华99告诉我们 昨日下午位于Daily City分店的超市内 有一名员工被确诊感染 得知这一消息后 这间店铺就在当日提早关闭 对整间店进行了清洁与深度消毒 而这名确诊员工 于4月9日也就是上周四过后 就没有再回到超市上班 目前超市尚不清楚 这名员工是如何感染 曾与其有过密切接触的其他员工 已经被要求14天自我隔离在家 而大华99现在已经与相关卫生部门 进行联络 确保潜在的风险可以得到控制 而在这之前 大华99超市已经要求所有到店顾客 需要佩戴可以遮挡住嘴巴和鼻子的口罩 或者面罩 同样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温区Firmont市的168缓人超市 一名员工于周六下午 被确诊患有新型冠状病毒 客服人员告诉我们 这间超市也同样在当日 就已经进行清洁和消毒 现已经恢复了正常营业 而这名确诊员工 于4月9日上周四过后 就没有再回到超市上班 与确诊患者 有过密切接触的其他员工 已经被要求在家自我隔离 同时 这些员工被鼓励前往室内 免费的检测地点进行检测 近日 接二连三的连锁超市 都有员工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而店家均已在最快时间内 对店铺进行清洁以及消毒 尽管大多数居民 被要求隔离在家 不过超市作为必要商业 店内的员工仍要前往工作 而居民现在除了待在家中 日常所需食物 也仍然需要到超市内购买 为了降低感染的风险 现多家连锁超市 都已经限制一次性进店人数 以及排队进店时 需保持社交距离 同时为收银台安装防护玻璃 而Walmart以及Kroger 也开始在员工每日上班前 为其检测体温 天下卫视记者 陈宏佳报道